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做出重要贡献 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 在此,我愿进一步宣布 到2030年,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将比2005年下降65%以上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%左右 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风电、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子欧哈哈